大家是否享受收看MyRadio的節目 查實MyRadio的營運 是有藝大家的鼎力支持的 請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的月費計劃 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記得加月費吧 大家可以以PayMe、PayPal、Patreon 轉數快,又或者親民普羅政治學院 交月費 多謝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躍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郁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2020年的平安爺 郁敏踩場 和大家見面 我們沒有休息 平安爺 當然是不平安的 今天都抓了幾個年輕人 有人發起 我們說要有些悼念的活動之類 立刻警方就非常高姿態說 我們一定有足夠的警力 果斷的手 你現在做什麼 什麼事 這麼大件事 你當然是 去到一個地步就是 你都認為有了國安法之後 已經發揮震懾的作用 包括李家粹這個塵頭 接受央視的訪問 講到整個共產黨的口吻 這些都是契迪 居區一個警務處副處長 跟著去做保安局副局長 現在做局長 居無倫次 是不是 你真是為了那份工作 幾十萬一個月 用不需要 嘻口嘻臉到這樣 請問 是不是 居你了 你的子女怎麼看你 李家超這個人家產 是不是 居你了 你的朋友怎麼看你這個人 我看見這些人 今天是新聞 居你央視 接受央視的訪問 我看火都來了 平安夜 是吧 喂 那些 年輕人 我表下太也行 我下太太 你會那段 你執法 怎麼那段執法 現在就拘捕了 兩個十三歲 你什麼厲害 就是你 居你真是 不關心 有些人說居你 黎智英你又放 哈哈 好笑 保釋 我覺得保釋 但實際上是軟禁 有得保釋 我們今天 其實十二月二十四日 真是很多大新聞 第一單 不得不說馬雲 老實說 台長 你都可以寫一篇 寫一篇 這個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很長的那個名字 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今早就發了一個很簡單的公告 這個公告一出話就很轟動 除了中國裡面轟動之外 香港又轟動 接著美國又轟動 歐洲又轟動 是吧 大家都知道 現在這是一個互聯網世界大數據時代 是吧 你掌握這些大數據那些全部都變成了巨褲 是吧 中國就有這個馬化騰有馬雲 是吧 美國就有阿里巴巴有Facebook有Google 是吧 老實說你說收拾這些所謂互聯網的大鱷 就不只是你中國做的 美國都做的 美國都收拾你阿里巴巴 要收拾你Google 收拾你Facebook 是吧 當然中國和美國 就是收拾這些所謂互聯網 互聯網企業的大鱷 這個理由不是完全一樣的 人家那個是一個切頭切尾的 就是自由經濟 是吧 你這個是計劃的自由經濟 是吧 仍然是以國企為主的 是吧 這個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管理總局 哎呀這個名字真是 那個公告就說 依法 對阿里巴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實施異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立案調查 這個公告出了之後 跟著人民日報就立刻出了一篇文 就說支持這個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管理總局的這個做法 這個文章就這樣說的 它說今次的調查是中改互聯網領域加強反壟斷監管的一行 還要舉措有利於規範行業秩序 促進平台經濟長與健康發展 你看回推上個禮拜 其實已經再早之前就是螞蟻金服 在滬港略地上市 臨門一腳踏車 竹朝,竹招,那個叫竹招,難產 上個禮拜一,即10月14日的時候 這個國家市場監管管理總局 根據這個反壟斷法就對阿里巴巴 投資一間公司和粵民集團 深圳市蜂巢網絡技術三間公司 都是阿里巴巴的 分別沒有依法申報違法實施集中案 國罰50萬元人民幣行政處法,這些就是十十歲 另外,其實這個所謂反壟斷 就是在將2008年實施的所謂反壟斷法 做一個大程度的修改,在上個月已經在修改了 有些人認為這個矛頭就指向這些所謂涉嫌壟斷 違反反壟斷法的這些大企業 這個公告出了之後,阿里巴巴就立刻做一個回應 積極配合這個監管部門的調查 目前公司的業務一切正常 但是昨天的股市就最聰明了 立刻走資 最高跌幅的時候有九個巴仙 另外,大家都記得上次在這個中國 這些所謂高層的壓停底下 這個螞蟻金服就取消了在上海和香港同時上市的計劃 就是較早之前 其實有些人認為,我看到一些報道 或者一些分節,包括紐約時報、BBC 其他那些全部的報道 都是認為馬雲之前對這個所謂中國的金融監管 或者那個監管制度的那種放言高論 令到王岐山或者習近平 叫他叫他 認為這次是習近平直接下令要搞馬雲 台長你怎樣看 第一件事,他是隱藏而已 就是用完就職器了 賺了這麼多年錢 其實上去之前,他自己都說過 如果國家需要的話 他可以將阿里巴巴的部分業務 國有化給他 但是這樣也不行 剛才你提到,那個是夏聖子動他 這個不簡單 不用透過法律,習近平自己下令 換言之,其實他在之前 他可能的表達方式 和阿里巴巴集團的作風 太過囂張了 令到這個國家領導人 都覺得他成為一個政治上的威脅 另外就是阿里巴巴集團本身 那個金融業務 你看到這次其實主要是說金融業務方面 不能夠讓資本無限擴張 換言之,在北京的角度來講 阿里巴巴這個集團 是有可能對中國的金融制度 產生了一些影響 甚至是危害到這個國家的安全 所以這次就做這件事 除了他純粹從國家經濟的角度出發 我覺得政治的味道是很強烈的 老實說,對嗎 而且有些人認為馬雲那種放言高論 捉路習近平 這不是一個主要原因 我覺得這個人經常這樣說 他已經夠大了 你明白嗎 即是他已經夠大了 夠大到你不輕易去搞他 Too big to fail 你會覺得是這樣 你明白嗎 不過實際情況都可能是這樣 但是你看一下 我看那些資料 較早之前這個政治局其實已經在談這些所謂反壟斷的問題 在十二月上旬 應該是十二月十一號 我沒有記錯的 就是十二月十一號 這個中央政治局已經開會的時候確定了這個所謂強化反壟斷 我防止資本無罪確鑽 就是你剛才說的 是吧 他資本不斷確鑽 那是很嚴重的 就是在整個經濟的份額裏面 可能你佔一定的比例的時候就很嚴重的 所以這個會對整個中國經濟可能會構成一個影響 除了政治的原因 所以在經濟上都可能要用這個反共斷法 也都可能是一個最有效的在中國來說 來動這些所謂大鱷的 但是有些人認為你馬雲可以那麼大 養過你那麼肥 又是你受惠於現在你批評的這種監管制度 是你共產黨養大他的 由頭到尾都是你共產黨養大他的 就是了 如果你大到這樣的時候 你以為你夠大 等於中國現在整個世界上 他以為他最強大 一樣有個道理 美國就覺得不可以讓你繼續帶下去 同樣的思維邏輯 其實這件事今天出了之後 都引起很多財經界的關注 你看台灣那邊都說這件事 你們在台灣那邊都說這件事是嗎 台灣說 說得很熱鬧 你真是不行 有些人就找美國來比 美國一樣有個反共斷法 最近搞Facebook 最近大家有沒有留意 這個美國那個FTC 這個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 聯合四十個州去起訴Facebook 說它違反壟斷法 違反反壟斷法 那整件事都在審理著 所以這個其實現在你看到這個回望世界 就是這個大數據時代 就令到那個財富集中是極少數人 是吧 現在就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美國沒有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那納稅啦 或者用很多方法抽它很多稅 是吧 那你發達政府都一樣可以有 就是庫房有很巨額的收入 是吧 中國又另外一樣東西來的 它以國有企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 是吧 仍然中國共產黨的黨章 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大佬 那雖然是市場經濟 也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這個也是新時代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你既然不關於習近平的名字 那怎可以丟你 你馬雲 那你馬雲一定是有錢過你 但是馬雲的影響力 可以跟你拍住的時候 就不行了 那還有呢 你馬雲的對手也是姓馬的 馬花壇 所以非常熱鬧 休息一會兒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